这是被海关强行扣押的集装箱盲盒 里面究竟开出了什么牛皮的大宝贝 今天的集装箱盲盒强势升级 只需缴纳57万 就能获得开箱机会 柜子里甚至停着价值千万的兰博金尼 不过究竟藏在哪个集装箱内 唯一的线索只有柜门前的照片 很显然这都是不同品牌的四儿子店 这就很考验寻宝人的知识储备了 快来看看你会选择几号 首先上场的是强哥 虽然此时他脑中毫无头绪 但第六感告诉他 这个地标图片代表的宝贝绝不简单 毕竟只有四儿子店足够大财需要路牌指引 那么这里面真的能开出好车吗 乡门打开的瞬间 在场的寻宝人集体高长 好家伙 柜子里竟然是一辆全新比亚迪 激动的强哥差点原地蹦起凉路 要知道全新的欧路GT售价可是180万卢博 一个转身就赚了130多万 这下不用急着去开封找王婆相亲了 而接下来上场的卷毛哥 却一脸自信静止走向了蓝色集装箱 只因他觉得照片上建筑非常复古 以他洗车两年半的经验来看 这一看就是百年企业的调性 那么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车呢 随着箱门的打开 众人直接不淡定了 这居然是辆法拉利 但很快卷毛哥就发现了端倪 这明显是非亚特改装的法拉驴 市场价最多30万卢布 气得卷毛哥当场拨车 这波血过20万 更刺激的还在后面 接下来上场的小帅 可是打了三个月螺丝 才存够开箱费 都说博一博单车变摩托 那么这次他能成功吗 完蛋了 居然真的是辆单车 小帅的心都在滴血 不过主持人却说 这小单车可是限量版 市场价可以卖到4500美元 要是放个20年 妥妥的劳古董 而第四位上场的是光头王 他一眼就看上了 同样逼格拉满的二号货柜 他觉得这么大的四耳子垫 里面绝对是豪车 再不计也是奔驰宝马 然而下一秒 寻导人瞬间集体沸腾 就连光头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柜子里居然是一辆黑色兵力欧鹿GT 市场价高达150万卢布 粗花激动快乐 表示晚上回家要好好讲一讲 最后主持人将两台兵力的提示照片放在一起 谁能想到这竟然是同一个地方吗 刚刚的集装箱也是姬哥的心动对象 奈何已经被光头王劫足先登 不过他已经有了备选之策 夜晚总是跑车和美女齐聚的时刻 姬哥断定兰博基尼肯定在这个柜子里 那么他能成功如愿吗 这次惊喜也太大了 居然是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 不得不说主办方是真会玩 居然还能把飞机塞到集装箱里 不过飞机市场价只有35万卢布 姬哥这波小亏20万 而作为今天唯一的美女选手 她会是那个开出兰博基尼的信任吗 我们拭目以待